每个月执行一次大扫除 已经是玉里代理政长江东存他的常态性活动 这一次江东存邀请民间热心团体 一文中心钱集合 针对这名广场周边人行道来进行清洁打扫 而警察局玉里分局志工中队长中树正 还有民众服务社的志工团团长刘秀珍 以及花莲县真城社区办协会理事长杨淑林 也都率领着各个团队志工 还有公所的清洁队员一起来参与环境清洁活动 一到清早不到7点就可以看到 警察局玉里分局志工中队长中树正 民众服务社工团团长刘秀珍 花莲县真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杨淑林 率领各团队志工 以及公所的清洁队一起参与环境清洁的活动 我们警察志工还有民众服务社 相关的公益团体今天起一个大早 在我们这个正名广场 对我们这个周遭的相关环境 还有道路的一个市容整体 大家尽心尽力共同维护我们一里正的美丽 我想这个在此特别的一个感谢 江东诚说 正名广场是民众放松身心的好吃处 也是与亲朋好友一起运动 聊天休息 增进情感的重要场所 一定要维持整洁 一个月大扫除玉璃镇柔 已经是玉璃代理镇长江东城的常态性活动了 让玉璃这座风景优美的观光城镇更动人 也让生活居住的环境更舒适 记者高雄雄玉璃镇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末的时间 我们下期末语言 明天休息 并听到这儿的语言 好语言